所以那我们只要一心归灭 相信 不要相信自己 自己是凡夫 哪怕你做了多少功德都不要骄傲 除非你到佛的境界 不要相信 我是初地菩萨 我是八地菩萨 那个都不够用 你会骄傲 对你不好 所以唯有佛 唯有阿弥陀佛 是圆满的 所以这样大家来念佛 念大声一点 这个地方寺庙很多 念到隔壁的寺庙都听到 念到每一个神都一起在念佛 那今天就是一种大超度 结果念完以后 你变成阿弥陀佛 隔壁人也变成阿弥陀佛 你只要永远保持这样 那你永远在念佛 这个叫一心念佛 老师念佛 生命是跟众生结缘 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永远在念佛 做善事结善缘 好不好 不要怪人家 这个人在吃肉 你帮他念佛 肉就超度了 你用爱可以感动他 你这样帮他 又不去谴责他 他会被你感动了 佛菩萨因缘 佛菩萨因缘 创造因缘 不可思议 就这个意思了 好 大家合掌 这个合掌代表 完全的供养 发菩提心的供养 生命的供养 虎养 虎养 虎养的相信 佛菩萨因缘 佛菩萨因缘 南无就是转化 你想到哪个众生 他马上就转化为 阿弥陀佛 所以被撞死的人 自杀的人 堕胎的胎儿 都转化 而且已经往生净土了 让他更进入佛的心 无上菩提心 上品上身 转化 提升 都变成阿弥陀佛的 同样的身口意 我们也是哦 所以各位 你没有贪生吃了 你没有烦恼了 你没有生病了 因为你一心 归命 阿弥陀佛 就成为阿弥陀佛的化身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阿弥陀佛 放下我职 完全奉献 成为阿弥陀佛的化身 帮助阿弥陀佛 帮助所有众生 帮助所有宗教 阿弥陀佛的化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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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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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写的往生排位 个个都变阿弥陀佛 整个所写的战争死亡的 都往生净土 堕胎死亡的都往生净土 所有火灾水灾 飞机掉下来往生者 都变成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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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阿弥陀佛把你的女人化 男性化 贪嗔痴 分别心 分别相 通通净化掉 一句阿弥陀佛消灭八亿节 乃至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乃至生死里面所造的业 习气都断除掉 你只要一心真心念佛 这个时候全然放下 全然断除 你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 你要这样 你没有儿子 没有先生 没有太太 没有家庭 没有事业 连身体都没有 这个身体只是拿来念佛拜佛的 身体最大的功能而已 你要这样念习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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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堕胎 流产 死亡 腰折 胎儿 统统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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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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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屠宰场被杀了动物 所有的魂牧区都变成极乐世界 统统往生极乐世界 简单的说 所有有苦的轮回友情 统统都开发祂的佛性 阿弥陀佛加持祂 祂将来势必往生极乐世界 超度了无量无边算不完的众生 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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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放下了 因为你现在专心在念佛 马上你就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太高兴了 你要学习放下 以后每天晚上睡觉 躺在床上 就准备往生极乐世界了 死亡一点都不可怕 各种夜暴的死亡 车祸 摔死 病死 跌倒死 都不可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决心往生净土了 那个时候一定当下阿弥陀佛 来接引我们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保护一个 愿成佛的菩提心 因为佛陀说 念佛 愿往生 相信阿弥陀佛 你一定不会退转菩提心 将来成佛了 不要再有个性 不要再有想法 只有念佛 为了成佛 为了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为了整个世界 都变成极乐世界 为了让所有痛苦都没有 痛苦的本体 就可以觉悟了 都成佛 所以痛苦是成佛的助缘 只要他们转化 只要他们念佛 只要他们相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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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花开见佛勿无声 当愿众生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成就活到 普度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好 请放着 佛陀就教我们这个方法 不要烦恼 只管爱 不要处理 只管爱 你今天回去 小偷来了 不要打电话给警察 打电话给阿弥陀佛 记住我跟你讲了 你就念佛 希望这个小偷 可以拿到一点点 他需要的 这样就好了 希望这个小偷 我跟你念佛 种下你将来 不要再做小偷了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了 跟他结缘 好不好 跟他结缘 如果你很怕 打电话 这个小偷就拿刀子 把你杀掉 因为你用 世间的分别心 你的业障就现了 本来这个小偷 是要来杀你的 因为你 他为了保护他自己 他要把你杀掉 结果你坐下来念佛 你坐下来念观音菩萨 这个小偷 因为你念 念头变了 夜报就改变 你本来要被杀了 反而你还杜了他 这样了不了解 但是如果 今天这个事情来了 你跟他计较 你跟他吵架 然后 累斜的夜报就来了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各位记住这个事情 车子来撞下去了 我要死了 赶快念佛 不要想 我为什么要死 你为什么要撞我 我怎么敢弯 那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执着 你下地狱去了 你又去轮回了 你又去投胎了 发不来 所以 世间是假的 世间只是一个暂时的 但是利用这个假的 暂时的 我们了解 唯有成佛 才可以帮助这个世间 我们念佛的人 不是讨厌这个世间 念一下 不执着世间 只有慈悲对待 这就是佛法 你执着就是计较 我要 我不要 那是你至少苦吃 谁帮不了你吗 然后一下就腰痛 就癌症 就糖尿病 所以每个人 有每个人 不一样的病 这个病来了 那就是你起心动念来了 所以各位 你掌握这个原则 所以 平常 慈戒 这是我们该做的 不要伤害众生 修禅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也是禅定 专心 开智慧 开智慧 原来 阿弥陀佛的加持 让你直接就开智慧 放下世间执着 发菩提心 世间都是空的 那一下就消灭 贪嗔症 因为你专心在念佛的时候 那你不起贪嗔症 哇 佛力的加持 光一出来 没有一点黑暗的 佛力加持的时候 那只有佛力 就没有凡夫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又加入了 一个世间的凡夫的想法 我要我不要的分别 那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加持不了你 阿弥陀佛不是你念了再来 那就不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都在加持众生 相不相信 这是真理 是你要不要去拉住 阿弥陀佛的力量 阿弥陀佛 爸爸妈妈 没有一刻不爱护子女的 所以这一点 阳光 佛光永远在 佛的力量 骗一切处 所以念一下 清净法身 披如这那佛 意思是说 佛的力量 都在万法的本体 花里面有阿弥陀佛 苹果里面有阿弥陀佛 空间里面都有佛的力量 十方诸佛的力量 骗柱 常柱 这叫常柱十方佛 常柱十方法 常柱十方身 各位 相信 好不好 只是你乱掉了 你赶快拉回来 南无阿弥陀佛 我马里边面 你赶快拉回来 所以 现在外面下的雨 是什么雨 甘露啊 八功德水啊 赶快去洗澡啊 因为 你要相信 因为 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都是阿弥陀佛的显现 你在念佛的时候 突然跌倒 阿弥陀佛的显现 重夜轻薄 十分的夜只上你 一分跌倒 半个钟头痛 但是这辈子不会再断腿了 因为什么 念佛 我笑也让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期望各位 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曹玉田医师 响应防疫新生活运动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落实每一个防护细节 就能安心生活 享受生活 当民众前往菜市场 夜市等户外购物环境时 请务必注意下列两点 一 随时保持手部清洁 用肥皂勤洗手 或自备酒精干洗手 二 保持社交距离 或全程佩戴口罩 另外 用餐建议可优先选择 有梅花座或具备隔板的店家 降低人潮群聚的风险 最后提醒大家 若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请被戴口罩尽快就医 并在家休息 不随意啪啪噪 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日常生活 安心没烦恼 杀石放生憋的惨暴 有一对老夫妇 他俩学佛多年 经常在市场购买一些 被捕捉的鸟雀进行放生 咦 阿丽 那边怎么聚集了那么多人呢 究竟在卖什么啊 老公 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的 我们过去看看 老板 这五只鸭 你是从哪里抓来的呢 他们可是 我亲自在河里抓的 绝对是正宗野生鸭 哦 野生鸭的营养价值 是很高的 熬汤喝的话 最滋补身体了 是啊 野生鸭现在可是很难抓到的 老板 你这几只鸭要买多少钱呢 这两只大的四百元一只 剩下三只小的三百元一只 啊 怎么卖这么贵啊 野生的鸭价格当然高了 你们是知道的 这种鸭是最佳的滋补圣品呢 哎 怎么样 你们想不想买啊 老板 你算便宜一点 如果算便宜一点的话 我就买一只大的 他们怎么能将这些鸭 买去吃呢 哎 我们要快过去买下他们的 是啊 你看这五只鸭多可怜啊 老公 我们要帮帮他们 嗯 老板 这五只鸭我全买了 什么 全要了 大叔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这五只鸭我全买了 大叔 你买这么多鸭 一次也吃不了啊 留一只给我怎么样啊 我家里有病人 需要喝鸭汤滋补身体的 年轻人 如果你真想 让你家里的那位病人 早日康复 就不应该买鸭做汤给他喝 而是要替他 多做一些放生 护生的善事 大叔 你该不会打算买下这五只鸭 然后放生吧 是的 我正是打算买下他们 来放生呢 大叔 这五只鸭都买下来 可是要花不少钱的呢 生命是无价的 行善机的善果 不是花这些钱可以计算的 这五只鸭我们要了 啊 这对老夫妇的家 距离河边比较远 所以他俩打算 搭乘邻居阿辉的货车 到河边去放生 大叔 阿姨 今天天色已经不早了 这个时间通往河边的路 会塞车的 是啊 时间是有点晚了 而且又是下班间风期 那要怎么办呢 阿辉 这样好了 明天你再带着我们 一起去河边放生吧 我明天很早就要出车 你们要是信任我的话 就将这五只鸭留在我这里 明天我开车经过河边的时候 再替你们放生 你们也不必那么辛苦 跟着我坐车跑那么远 阿辉 你这个提议很好 谢谢你帮我们去放生这些憋的 是啊 我们两个人的年纪 我们两个人的年纪也大了 坐那么久的车身体的确有些吃不消 阿辉 那就麻烦你了 嗨 没什么的 举手之劳罢了 阿辉 放生是非常积功德的事情 你能帮我们放生也是会积下功德的 谢谢你们 然而 就在当天晚上 阿辉的朋友来他家时 看到了这五只放生鸭 阿辉 你说这几只鸭是要放生的 是啊 邻居那对学佛的老夫妻 请我明天将他们带到河边放生呢 阿辉 你知道这种鸭多贵吗 这么珍贵的鸭就这样放生掉太可惜了 是啊 这种鸭做汤喝可是非常鲜美的 阿辉 不如我们拿他们来做汤吧 正好我们晚饭都还没吃呢 那可不行 这是别人托付我放生的 怎么能吃掉呢 阿辉 放生哪里需要放这么多呀 我们吃掉两只 剩下的你再拿去放生好了 是啊是啊 放生干嘛要放那么多啊 我们就吃两只好了 啊 这样做真的好吗 好了 阿辉 我们等着喝鸭汤就可以了 阿诚 这里交给你了哦 对对 你们就放心等着吧 阿辉 阿辉和他的朋友吃了那两只鸭后 感到非常的美味 隔天早上 于是将剩下的那三只鸭也杀了吃掉 真是太鲜美了 要是能再多吃一点该有多好啊 啊 你把那五只鸭放生的鸭都给吃掉了 还没吃够啊 阿辉 要不是我们 你差点就把这几只鸭给白白扔进盒里呢 是啊 阿辉 现在你知道了吧 鸭汤不光味道鲜美 而且还特别滋补身体呢 以后 别人要是再让你帮忙放生鸭 你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好了 我要赶紧出车了 要是等一下 让邻居那对老夫妻 看到我车上没有憋 可就糟糕了 对对 可不能让他们发现 尤其那些学佛的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是很凡人的 是啊 阿辉 你赶快走吧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就不好处理事情了 那是什么 怎么挡在路中间呢 闪开 快闪开 啊 别 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 不要 哎 阿辉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突然出车祸 死掉呢 是啊 阿辉帮我们放过生 这可是非常积善果的事情 他究竟做过什么罪业 就连放生的善果也没有办法弥补啊 是啊 难道 难道他做过非常残忍的杀生罪业吗 阿成 你听到没有 难道阿辉的死 真的是因为 吃了那几只放生憋的果报 别乱说 这世上怎么会有果报这种事情呢 而且当时我们是一起把那几只憋吃掉的 你看 我俩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吗 难道阿辉的死真的只是个意外 当然了 我想他一定是疲劳驾驶才会撞到树上的 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 转眼一周后 阿辉的这两位朋友聚在一起喝酒 酒醉后 两人便一起睡着了 他们两个又喝多了 被子也不盖 血也不脱就睡着了 不要过来 混蛋 不要过来 我好心给你盖被子 你还骂我 我不管你了 不要过来 求求你们 不要过来 阿诚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天哪 怎么会这样 老公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你快醒醒啊 他已经死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时隔一个月左右 和阿辉一起吃鳖剩下的朋友 也突发疾病不治身亡了 俗语说 放生鸡善果 杀生必遭报应 不要以为 在背后行恶 就无人知晓 天理昭彰 善恶果报 必定灵艳不爽啊 发挥紫碑 抢救生命